好 最近我们来关心的是中国大陆和菲律宾在南海的争议持续的升温 双方冲突一触即发 我们来看到最新是来自于菲律宾的外交部在27号发言表示 抗议中国大陆单方面在南海实施了长达四个月 为期四个月这么久的禁渔令 好 执行的期间是从5月1号一直到9月16号 特别宣布了要在修鱼记的专项执法行动 加强三无船舶的清理 好 这项修鱼令其实我们看到画面上一共非常多项 达到八个项目涵盖的其实就是包括了菲律宾的海域 这是让菲律宾非常的气愤 痛批中国大陆的作为是侵犯菲律宾主权的非法行动 我们看到北京老大哥在南海采取了非常多的行动 化戒 填海等等菲律宾能够做什么样的反制 庄老师 是的 我想首先要来帮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福祭修鱼这个名词很多人都看不懂 因为我们一般都一样用中文大概只看得懂修鱼 就是暂时停止补鱼 但是什么叫福祭呢 福一般想到就是前福 或爬下去那个福 事实上福是对应到三福天 夏季的意思 有些炎热的夏天叫福祭 那如主任刚刚所讲 是从5月到9月四个多月时间 那事实上这个影响很大 如果你彻底贯彻的话 根据中共官方发布的数据 会影响十万的渔船 一百万的渔民 周遭沿海十一个省份 包含此外呢 还有这个香港跟澳门特别行政区 那这也是一个妙招 为什么呢 因为固然它有影响到南海泰式的企图 不过它还冠上一个冠冕堂皇的名义 叫生态保育 所谓修鱼 那为什么要修鱼 因为我们过去捕鱼就是 有鱼就抓 没鱼就回去嘛 那为什么要修鱼 因为随着现代捕捞技术的进步 像刘翅丸的渔船 还有捕捞频率增加 导致于海洋的这个渔业资源 会慢慢估结 那渔业资源估结一方面 会对生态保育造成冲击 另外一方面呢 鱼饼越辛苦越赚不到钱 因为赚不到鱼嘛 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 为了生态保育 所以呢 在整个国际舆论上 就取了话语钱 因为师出有名理直气壮嘛 那菲律宾方面再怎么不爽 因为人家寄出的帽子是生态保育 而且呢 它里面没有特别表明是哪个国家 它强调的是 针对违法的外局渔船 还有外国人民来进行取缔 它没有特别指名国家 所以我想 即便菲律宾气得痒痒痒的 也不好发作 也只能透过外交部发表 不痛不痒的一个抗议 那当然啦 这个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外国媒体 批评北京当局 这个 有所谓的在南海 这个社局侵犯 这个他国主权的一个行动 包含填海造陆啊 重岛等等 但是呢 北京当局对于这个始终是不承认 不否认 而且强调是和平用途 所以 后续怎么发展 我们必须再观察下去 好 这个福济修雨 中国大陆用的是生态保育 所以其他国家也没有办法 那中国大陆的海警船也宣布 从6月15号开始就会涉嫌 针对这些违法进入中国大陆领海的外国人 海警是可以依法拘留最多60天的 除了这一项宣布之外 我们看到大陆方面还有其他动作 是派出了全球盾位最大的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在5月24号这一天我们画面上看到这个海警船 在南海陷中了 好这个举动再次的惹恼了菲律宾 扬言说如果说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你逮捕菲律宾的渔民 那么非方我们将会采取抵制 我们要带您稍微了解一下 这一艘海警船的编号5901号 排水量的部分达到了1.2万吨 号称全球盾位最大的海警 长度165公尺 因为长度比较长 所以这被称作是怪兽 伴随的是一艘102公尺的巡逻船 如何看这个1.2万吨的海警船 591号威力到底有多大 张静老师 这个5901号第一个5 是指中央控管的第五个队 它有123456有六个队 这个5901不是原来的编号 原来的编号是个3901 然后它是由北至南 所以它是从北方掉下来的 那这个它也不是唯一的 还有一个跟它一样的2901 那这个它究竟这个会跟菲律宾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在于 威力它上面的武力 这个虽然有这个76公里炮 但是从来也没有真正在对抗之中 真正开过炮 也有两门这个30公里的炮 也没有用过也有机枪 但基本上没有用过武力 但是所有之中不在于 它所具有的武力 而是在于你真正去执法 或者对抗的决心 在2023年6月8号的时候 它曾经在万安滩 这一艘对过八艘 这个越南的船 它也没有让越南船 这个讨得任何便宜 这上面用这个水炮 就已经有相当的威力 但是最重要的是 对于南海这些整个的问题之中 中国大陆真正的决心 是要让它能够产生一个 能够去创收的东西 要不然你这个金略南海 一直贴险一直贴险 谁都受不了 所以它也必须认真地去 资源开发 然后经营这些相关的活动 但这里头之中 我就要呼应一下这个庄老师 这边特别讲 这个羞鱼 它是根据不同的鱼种在这边 由于南海只有在沿岸边的 大江大河流出来的地方 因为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吃的腐植值 你要是完全是那些 岛礁争议的岛礁周边 它有热带岛礁的 就是说你可以娱乐性的钓鱼 但是你没有办法做商业性的捞捕 所以现在大家都是 拿这些东西来做文章 但对抗跟真正的渔民的活动 完全没有什么关系 是 好 那我们持续关心 美国近年 我们可以看到它加大干预南海 而且动作也非常明显 就是不断地怂恿菲律宾说 你去跟中国大陆来做对抗 但是呢我们又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说是这个菲律宾 先前不是组织了百糟鱼船闯 这个黄岩岛吗 但是美国却连夜地撤出 它自己的航母 大家就会想说 这主要的原因又是什么 卓老师怎么看 好 关于这个雷根号撤离黄岩岛 这件事情大概有两个说法了 一个说法就是说 因为当时其实大陆的一艘导弹驱逐舰 大连号就在附近 那大连号它上面有这个 英级21的高超音速的飞弹 那所以对于雷根号 因为它这个超高音速飞弹 它的射击范围是1200公里 所以雷根号是死离了它的射击范围 这是一种说法 那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 雷根号其实不知道 这个大连号要来到这个现场 那它其实是希望避开这个冲突场面 让这个冲突场面呢 让这个可能的冲突场面 纯粹是民间的船只 对民间的船只 因为如果一旦它是有武装冲突的话 那美国基于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的第五条 它就有这个保护菲律宾的这个义务 所以它当然不希望就是说 双方发生了这个武装冲突 或者菲律宾的船舰被受到武装的攻击 但如果美国的军舰在这个附近 中国大陆的这个军舰就有这个理由 去做武装的攻击 有可能会真的这样做吗 当然不会 当然不一定会 不能说也不会 但是不一定会 可是如果你有军舰存在 存在在这个地方的话 它就提供了这样子的一种理由 但如果菲律宾船舰都是平民的船只的话 那当然它要使用这个火炮攻击的这个理由 就非常的薄弱 所以这个当然有这两种说法 但不管如何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美国跟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在前几年提出一个说法 就是叫做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因为这是毛泽东时代提出的 他的战略观 就是说我们在敌人有弱势的地方 发挥我们的优势 我们在我们自己有弱势的地方 我们避开敌人的优势 现在我觉得美国跟菲律 美国也体会到了这个战略的好处 所以就是双方尽可能的去避开 直接冲突的任何可能性 老师你觉得他之后 会如何美中维持这种斗而不破的关系 可能会看到哪些变化吗 我觉得像最近那个 在对台湾的这个演习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一种展现 就是说第一个双方一定有一个绵密的沟通 第二在经过沟通之后呢 双方会尽可能的避开对方的火炮 比如像这个雷根号到这个南海 他其实5月16号就从横须鹤出发 然后5月22号到了那个南海 大陆这边5月23号开始 对台湾军事演习 所以双方不会有正面的这个交火的这个可能性 好 那同样一个问题 你继续请教庄老师如何看 我们刚刚讲都说这个 美国的航母后来联夜撤离嘛 现场 那您如何看这件事情 南海议题 美国会如何来做操纵 来对抗中国大陆 其实这说起来也非常荒谬啦 照理讲 南海议题 应该是环南海诸国的事情嘛 那环南海诸国就是我们中华民国 中国大陆 菲律宾 印尼 还有越南 文莱马来西亚 应该是他们的事情啦 那美国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半国地球之外 怎么会跟它有事情呢 因为基本上它也是一个操作 这个中国问题的一个杠杆 那至于美国跟菲律的关系 不要忘了 这个菲律宾独立之前 美国是宗祖国 而且三十几年前我练高中的时候 当时的地理 像这样讲泄露我的眼影 当时的地理课本 在人文地理有特别介绍 菲律宾有苏比克湾 是美国的海军基地 还有克拉克空军基地 是美军租用的 当然现在都没有了 那根据住院状况 那菲律宾虽然在美国住院撤离收回基地之后 目前也新增了四个基地 可以容许美军进驻 除此之外呢 菲律宾跟美国之间 也有可能有联合军事演习的状况 甚至呢 让美国驻扎中程长城飞弹 以及提供后勤资源等等 所以菲律宾对美国还是非常重要 尽管美国本土离菲律宾非常遥远 那么呢 未来在操作中国议题方面呢 在第一岛链的延续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实力的点 也就是说 美国基本上 还是不至于放弃菲律宾的 是 张静老师 我要提醒一下 这个休于期间 是海上民兵主训的高峰期 平常有鱼抓 你不可能把他抓来 来主训海上民兵 唯有利用这个休于的期间 来主训海上民兵 所以为什么菲律宾啊 雷声大于仙巧 搞了这么多船 一副要进去黄岩岛 我认为他们必然感受到 海上民兵的反制压力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 不是休于期 其实海上民兵是没有在主训的 他就是在打鱼 所以呢 他每次啊 这个休于的时候 要贴油钱 要这个出钱 然后才能把他们抓来做主训 好 谢谢张静老师五成五门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